今晚的創業實戰功率 我們邀請到兩位專家上來 大家好,我是Agnus 大家好,我叫王瑞婷 他在馬來西亞關於稅務和規公司 是一位很出名的名字 今天我們最主要是和大家解釋 關於稅賊公司的事情 就是你來到馬來西亞 其實你是不是需要稅賊公司 在馬來西亞其實每一種東西很有法律 你需要稅賊一個法律 我們在馬來西亞叫做Sendrian Burhat 這是馬來文 如果是中文來說是叫做私人遊行公司 或者是有行公司 還有一種東西就是 如果你責賊公司之後 你一定需要開銀行戶口 做生意這件事 我們就不會推薦你用自己的戶口 或者外國的戶口做生意 用馬來西亞其實數得稅方面 你有沒有戶口都好 如果你的錢是向馬來西亞賺的話 你都需要立我們這裏的稅目 馬來西亞和香港其實是很相似的 我們都是有這個叫做Company Act 我們馬來西亞的Company Act 其實和香港的條例是很接近的 我們叫做Tripartite Agreement 這個Agreement我們就是 中文來說是三方合約 那麼我們的Company Act 它是會保護三方面的人 就是股工、Director、董事股 以及這間公司 其實它是可以做什麼生意 怎樣去制裁一間公司 第一個我們是 我們馬來西亞投資方面 我們其實是很investment friendly 的地方 我們是可以被外國人自己 來馬來西亞自策一間公司 但是呢 你是可以自策公司 你就不可以自策我們叫做Partnership 這個東西 公司有兩種 從香港來說 我們叫做私人遊行公司 我們馬來西亞是私人遊行公司 和遊行公司 這兩個方別 我一會兒就讓大家知道了 第一 私人遊行公司 其實它是可以接納 不超過五十個股東 私人遊行公司 其實一個董事股 一個董事股 已經是可以自策得到 但是我們在馬來西亞這裡 這個一個Director 它是需要我們叫做東地董事 另外一個 這個entity 是叫做有行公司 有行公司 它是需要兩個董事 但是呢 它的 shareholder 股東 是可以超過五十個股東的 那為什麼在馬來西亞有這兩個分別呢 因為在馬來西亞其實呢 投資方面 如果你集資超過五十個人 你做一件投資 大的投資的話 你就不需要做我們所謂的 trustee company 其實你是可以 註冊一間公司 而這個股東的分配方法 來做這個接球 很多時候我們需要看 其實你來馬來西亞 你是去做什麼生意 你去做什麼投資 就是我們會再解釋 其實哪一種的公司 是適合你 是Sandrian Burhat 或者是Burhat 我們到時就知道了 但是需要知道 投資者 或者外國人 他來到馬來西亞 其實他是打算做什麼 第一件事 其實我們的政策 是可以給你一個導師 一個董事來註冊公司 但是這個董事 他一定 那個minimum director 他是需要一個 我們叫做 東地董事的身份 但是我們馬來西亞 我們來說 這個東地董事的身份 他不是一個馬來西亞人 他不需要是一個馬來西亞人 他其實是可以是外國人 但是他用馬來西亞 他是有這個居留權的 這個居留權 它是可以是MM2H的 其實MM2H是一個很好的 標準 用馬來西亞來註冊公司 因為你自己就可以做自己的 標準公司 那其實呢 用註冊這方面 其實我們馬來西亞 你的註冊資金 是可以一溝錢 就是我們馬來西亞一元 馬幣一元 我們在馬來西亞 我們叫做一溝 他都可以100%是外國人擁有 但是這樣的組織 是不是一個好的公司 如果你是真正正常馬來西亞 做生意的話 其實我們會提到 我們會提到 最少你可以想一個 10萬元的投資資金 為甚麼會提到 你一個10萬元做投資資金 是因為當你需要 申請很多準證 馬來西亞 如果你是做F&B 飲食業的話 其實你這個店 是需要申請很多不同的註冊 這些註冊 他們會提到很多很多東西 還有一個 是你的房東 他會真正看這間公司 如果是一元前的公司 他會覺得不安全租給你 因為你隨時就可以找人了 給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如果你要 帶入外國的專才 進來 外國的專才 進來 馬來西亞的話 其實你的工作簽證 最低最低 工作簽證 你是需要 這間公司的投資資本 是需要50萬 我們有一個比較小心的 其實是地址 地址 其實很多人不清楚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話題 其實這裡我給大家看看 有三樣東西 一個是叫做 商業地址 就是生意地址 一個是叫做自家地址 將其由自家住在家 另外一個我們叫做 賜冊地址 其實在賜冊一個公司的時候 其實很多時候 外國人還是沒有一個 生意地址 因為公司還沒有開城 銬冊公司的有關公位 他們在賜冊的時候 可以用你的自家地址 替你做方式貼職 你做所谓的生意的地址 但是呢 因为我们的马来西亚 我们的保证性 另外是很多不同的部门来批评的 是看下你是要做什么 是你需要去哪里 那大家其实在沟通方面 他们的整个批评 process 其实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就看到有很多时候 他们公司如果你是需要 拿所谓的这个 business license 你做生意 你做这个 F&B 你是需要有 business license 其实你开店就需要有这个 business license Business license 在马来西亚 是地方政府批的 它不是国家批的 它是地方政府批的 地方政府 它就不可以给你用所谓的 自家地址 你做你们的申请的文证里面的 information 它直接不会批准你的申请 还有一个地址 给大家知道 是这个我们叫做 G-card地址 G-card地址 其实是我们的地址 就是公司秘书的地址 公司秘书的地址 公司秘书的地址 为什么会是很重要的 在马来西亚呢 是因为全部的 legal document 在马来西亚 他一定会寄一份 去这个公司的G-card地址 因为他们是觉得 如果他找不到你 他找不到公司秘书 公司秘书会帮他们 就是拿这个资料 就给你申请了 这个G-card地址 其实是指我们的地址 有时候呢 我们的客人会申请的 就是说 现在我又没有地方住 我又不知道 那个 business address 系统在哪里 或者我的地址制法 先放在你的注册地址那里 行不行呢 如果你是说incorporation的时候 是问题不大 还有一件事 我们需要和大家解释的是 如果你开银行户口 如果他看到你的地址 是在公司秘书的地址 就是注册地址 或者是居家地址 居家地址 居家地址还是OK 我们要看哪间银行 他们看到是公司秘书的地址的时候 其实很多时候 是他们不批 不批这个open bank account 给大家的 这方面真的需要大家 要知道 马来西亚 其实我们有很多 这些我们叫做 shed service office 这些co working space 那我就会建议大家 如果你在马来西亚 有注册公司 你还不知道 你的什么地址的时候 不如你可以想想 去这些co working space 租一个小的地方 一个table 几百元 就租住先 你解决你这个address的问题 开了公司 开了银行户口 借你来谈 下一步应该怎么做 说回注册公司 其实是需要多少钱呢 这些价钱是会有多少用力的 这个是一个range 那注册一间公司 如果你是供私人有行公司 价钱是大概2800 马拜以上 看看其中 有没有其他的complication 你会看到价钱 差不多是在这个range 如果你是注册一间 有行公司的话 是5600元 可以推荐的价钱 计划一间公司 其实需要多久的时间呢 没有多久 第一个步骤 其实是需要做这个 我们叫做name search 你需要找一个我们的 计划局 可以批准你的名字 它有些名字 如果听起来 好像另外一间公司的话 它都可以 reject你的application 它就确定 没有这些comfusion 用这个名字入入 那里面 马来西亚 其实我们有这个 每年都需要做的东西 来维持这间公司 维持这间公司 是需要的 我们有这些 你需要做accounting 这个 你需要做数 你需要被auditor audit 你这间公司是需要的 你需要报我们 马来西亚的数得税 还有我们的公司的架构 是需要有公司的 你明天这间公司 维持一间公司 你需要大概放多少钱 出来维持一间公司 你可以想一年的收费 这个四容东西 加起来大概是一万多万二元 如果公司是大了 做得很成功的话 会超过一万二元这样的价位 三公司在马来西亚 是一个 跟注册公司来说 是差很远的 第一 我们叫做撤销方法 撤销是给那些公司 还未开始做生意的 还未有收费的 他开了公司之后 他找他 其实我不打算做生意 这里就叫做 你可以做这个撤销的 procedure 而这间公司 你开了之后 你投资了之后 你做生意 但是失败了 你打算收了它 这个生意你不打算做了 这个程序是称盘 但是你生一间公司 它是可以是二千五到 一万多万 生一间公司 是一两年的事 是因为如果你做这个 签盘这个动作的时候 我们马来西亚是需要你登报纸的 登报纸 一是需要登两次 两次的时间 一是需要一个九个月的时间 向中间 为什么需要登报纸呢 是向前世代说 我去签盘 我欠哪个钱 现在你要来找我 是这样的 procedure 如果你来马来西亚 资策公司的话 你记得 有很多这方面的事情 是需要注意的 其实最多人 考虑的是去马来西亚 找些货 或者拿些货去马来西亚 批发 或拿些货去其他国家 这样的交易生意 第二个就是两个 一个就是教育 房地产投资 也是其中一个 黄森你怎样看 贸易保证性那边 其实是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 只不过是 当你申请银行户口 之类之类的东西 其实我们都是建议 十万元是比较稳定的 所以你不会遇到很多问题的一个资本 所以现在这样看房地产肯定是 用十万元的资本 和房地产投资肯定是不够的 接着 教育 教育就需要比较多的一些 license 申请 就要比较熟我们的 这些 即是 营运的一些 license 方面的知识 就要比较多一些 所以教育当然就要看 你是做办学校 或者是补习社 所以需要的 license 都不一样 我就问 用公司 持有房地产 和该日面移 有什么分别呢? 或者 如果用公司有房地产的话 之后 转名给其他人的时候 是有没有其他税务 需要付的呢? 外国人 你来马来西亚 你买这里的房地产 其实第一件事是那个 每个地方是有五个 每个地方是有五个 但是MM2H 的 status 其实有几个地方 是当你差不多是 马来西亚的 数据你入的 这些是很好的 本城就是其中一个地方 如果你是用一间公司 来买一个房地产 有分别吗? 其实是没有分别 因为你的 shareholder 你的股东 是一个外国人 如果要开衡社 是否需要计划 需要评计 但是呢 另外一方面就是 如果只是开一间公司 做这个衡社 但是自己本身 是拿MM2H 第二家人身份的 做 只是做董事 只是做股东 是否都可以教学 这个东西 你们怎么看呢? 通常我们是这样看的 证据从哪里 你身为一个董事 一个股东 其实你的身份 是一个投资 如果你的公司赚钱 它批出来的钱 是税后的利益 税后的利益 你拿的是资金 那其实这个就是 投资的回购 就没问题 如果你有拿一个 所谓的导致币 你有个行业卡 你叫你自己 叫做校长 好 那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这个 证据方面的小心度 投资者 是可以去他的中心 看看 如果你是可以做一个 補习的 補习 其实是需要 资金 名义是叫做補习 補习和 是不一用的 補习就是其他的课程 或者 如果你是拿補习 的话 你就比较没有这样的问题 其实如果你来到马来西亚 你打算做这个 这个 教育方面的事 你真的需要 好好地看回 这些里面的条例 有个问题就是 关于 请人在马来西亚 你现在刚才说 你只是可以做投资者 但是是否意思是 你请当地人的时候 是否可以 50个人 请20个人 或者15个人 全部都是华人 或者有些马来西亚 或者有没有 特别的要求 对于成立公司提供的方面 这些我们看回 你的生意的 纪录性的 要求 如果纪录性的 要求 是没有这方面 这个所谓的 叫做土族 是吧 土族 如果没有这些 马来西亚 这个条例上 其实是没有的 你是可以一个 完全是华人的公司 其实你没有 接一些政府部门 一些工程 或者是和政府部门 有关的一些 项目 来说的话 通常都不会有 这个 就是要请本地 马来人的 一个 用公司来 买一个 铺头 会不会很难 用公司来 买铺头 不可能 其实不可能 但是有这个 方法是可以行的 因为去马来西亚 不是每个地方的店铺 是可以给外国人买的 好像我们 吉林坡 这个 它是 其实有 限制的 所以要看好 它的条例 我们是 分去 Zone Zone 不同的Zone 有不同的条例 和这个 商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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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要问清楚 如果要买 一定会问清楚 就是 如果外国人 用公司来持有房地产 那是否可以 禁止Zone 123的门坑 还是不需要 是否要买超过 2M的楼本 是 都是需要 都是一样的 它是一样的 除非你的公司 的大股东 是本地人 可能你只 佔股 49% 跟着 另一个partner 即是本地人的partner 佔51% 就可以 避过这个门楼 最后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slide 希望大家可以抄下来 这是我们的联络电话号码 这是我们的团队号码 都是可以找到我的 好 所以今天我们的工作到辞为止 希望大家 在这个时间有些消息 多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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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 再见